探龙第498章 其实到了这时 杨子已经完全明白过来了 这一路上所遇到的各种谜团 全部已经迎刃而解 这城堡虽然巨大 但绝不是吴王之城 楚剧口中所称的吴王之城 应该就是自己梦中所看到的 遭遇风雪巨人攻击所毁的那一座 这里应该就是风雪巨人原先的遗址 这个世界上 所有种族都是一样的 为了生存 人或者动物都会寻找 更加适合种族繁衍的地方 这风雪眼虽然不小 可对于风雪巨人来说 却是远远不足以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空间 特别是当种族繁衍越多的时候 所以他们盯上了吴王之城 才有了杨子在梦中所看到的一切发生 至于他们是怎么到达吴王之城 很有可能是利用八门传递 也有可能是这风雪巨人原先就是吴王之城的一部分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两者分离了 这在地球亿万年的生命之中 是常有的事情 大海变成高山 平原变成深渊 白云苍狗 沧海桑田 对于人类短暂的生命来说 是不可想象的 但对于地球来说 这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至于风雪眼这种地下血缘的奇观 也仅仅是地球隐藏的一个小秘密而已 而那十二四观之所以镇守在这里 并不仅仅是为防止人类的闯入 也是为镇住这风雪眼中的风雪巨人 可那些风雪巨人 却绕过了那十二四观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 不管是用了什么法子 他们成功地抵达了真正的吴王之城 并且对吴王之城发起了攻击 而且从自己的梦境来看 那些风雪巨人成功摧毁了吴王之城 七大恨的郭恨 很有可能就是吴王之城流亡出来的后人 但这里毕竟是那些风雪巨人的老吴 也是他们的发源之地 所以遗留下一部分风雪巨人 是非常有可能的 不管什么原因 去了吴王之城的那些风雪巨人 没有再回来 留守在这里的风雪巨人 却等来了大明王朝的军队 在军队之中 必定有一人精通奇门之术 破解了一路上的机关 破解了十二司关 利用火药炸开了石门 明朝的火药当时是领先于世界的 炸开一扇石门并不算什么难题 尤其是背后还有皇家的支持 石门一开 守门的风雪巨人 与大明军队的士兵 展开了恶战 大明士兵死伤无数 却也将风雪巨人分了十 领队的一见到风雪巨人的威力 立即用上弩车了 在这种破坏性极大的弩车面前 留守在这里的风雪巨人 很可能都已经遭到毒手 前面的那些巨大骸骨 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大明的军队 当然不会来这里游山玩水的 肯定是有为而来 至于他们到底想寻找什么 不得而知 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 一定是这东西十分重要 很有可能是皇帝亲自下的命令 不然的话 凭大明的国力 还不至于干出盗墓绝坟的勾当 二是 不管他们追寻的是什么 那就是都没有得到 所以又有了旋转楼梯 才又有了机关消息 甚至前路上 也有可能是凶险遍布的 因为人类都有一个奇妙的心理 我得不到的 也不想让别人得到 尤其是当这东西十分重要 甚至可以威胁到皇家的江山天下之事 杨子在这边 一一将心中谜团解开 那边楚无趣 也正对众人讲述 无往之城的传说 杨子一听就上了心 当下一声不吭 刺耳细听 一直等到楚剧说完 杨子一听完就知道 楚剧对无往之城的了解 也仅限于传说而已 按楚剧的说法 无往之城始于春秋 由七门第一高人鬼公子所建 也是由鬼公子的子孙 一脉传承 但究竟位置在什么地方 却没有一个人 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 自无往之城建成 在人世间 就是一个仅次于神灵一样的存在 无往之城 每一年都会派人进入凡间 挑选一些人传授七门计法 六大门派 天机等等七门计法 皆是源自于无往之城 但那时并没有形成确切的流派 一直到无往之城的六个弟子 判处无往之城 并且从无往之城偷走的 六本无字天书和六颗六盲神珠 六大七门终于成行了 而无往之城却遭此叛变 将门下弟子紧数地遣散 从此不再陷于人间 人们只知道 无往之城有一座高大的城堡 城堡之内 种有各种奇花异草 拥有各种人间至宝 藏有各种奇门秘籍 甚至还有一眼不老泉 听闻隐其泉水 即可长生 到了后来 无往之城已经成了传说了 历朝历代的皇帝 有追求长生者 无不穷其一生地来追寻 但是也没有人找到过无往之城 再往后时代变迁 中华历经战火磨难 死伤无数 无往之城的传说也逐渐失传了 还记得这个传说的 也就老一辈的江湖人 寥寥数人而已 楚巨当然知道这个传说 所以一看见那高大城堡的时候 立即兴奋起来 他以为那就是无往之城 但素性老者明显知道的比他多 所以出言点破 导致楚巨说起无往之城传说的时候 都显得没那么兴奋了 他们当然不知道 杨子知道的更多 杨子当然不会告诉他们 所以在楚巨说完之后 故意惊叹了一声 还来了一句 原来无往之城是这么一回事 去去六芒神猪 就已经掀起江湖一片腥风血雨 如果真能寻到无往之城 还不知道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同心 他这么一说 楚巨更是兴趣所然 看着前方的巨大城堡 苦笑说道 可惜了呀 这里竟然不是 不然的话 我们这些人 就算死在这里 也足够名流情史了 杨子灵机一动 笑道 虽然这里不是无往之城 但这里的东西 只怕不比无往之城的差 不然的话 那些大名的军队 也不会费这么大金 来到这里了 我虽然不敢确定 这城堡里 到底有什么珍宝 但是我敢肯定 这些东西 一定还在 他这一说 所有人的眼珠子 就完都晓了起来 就完都晓了起来 多谢观看 再加上